我现在呢就在著名的Napa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因为上火引起 你完全看不到后面的山已经完全被大烟爆点 我们的往前开开看是怎么样子的 那我现在就在阳特维尔是Napa非常繁华的一个小镇 一般到八九十月份是哪怕这边旅游忘记 但你可以看到现在一个人都没有 所以现在是午饭时间 几乎所有餐厅都关了因为上火的原因 可以喝咖啡吗 hello大家好我是Ivy 那今天其实这期节目我一直都想跟大家探讨这个话题 但我相信大家有看新闻在9月26号晚上四点的时候 因为Napa这边刮大风然后就开始了大火 而且没有火势得到任何控制 这次大火也烧掉很多很有名的酒庄像 Cateau Boswell还有五星级的酒店 Calistoga Ranch都被烧了 这次最严重的是什么 不只是一个大火不只是玻璃山火 它还集中了其他两个山火结合在一起 几乎把Napa后面 Santa Lena跟Calistoga给包围了 大火烧起来 你只有两分钟 你只有两分钟可以拿你的东西然后干净走 所以我就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最近酒香包括加州 为什么山火这么频发的原因 在山火之后收到最多最多的问题就是Ivy 那么山火对葡萄酒有什么影响呢 以及我们作为人类如何触移奋力 让这些事情不会再继续发生 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 花到七分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竞节 那从我两天前去外面拍到现在 今天是美国时间的10月1号 酒餐节快乐 国庆节快乐 那这几天Napa的火事其实没有好改 那今天我看新闻大概是有五万七英亩的土地被烧掉 而且现在只有百分之五的火事被控制了 就几乎是没有 这两天很不幸又有很多酒庄被烧以为平地 其中还有Napa非常有名的叫做爱之宝酒庄 我之前也做过一个文化 他们没有烧掉那整座城堡 但是被烧掉的是他们存酒的地方 所以他们大概损失了五百万美金的葡萄酒 今天就在这里聊一聊大家比较好奇的话题 就是伤火之后的葡萄酒还能喝吗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概念 就是烟雾污染 受到烟雾污染的葡萄酒是非常容易被辨别出来的 虽然说喝烟雾污染的葡萄酒对人体不会有什么害处 但凡你有点味觉和嗅觉 你就很容易在葡萄酒里面尝出那个非常强烈的烟熏医药刺激的味道 那不同的葡萄品种对烟雾污染会有不同的反应 那照理来说葡萄皮比较薄的品种像黑皮诺红葡萄 它就容易受到烟雾污染 那反之皮比较厚的像赤霞猪红葡萄 它就没有那么的敏感 但是因为赤霞猪它需要在藤上面挂更长的时间来收成 就像现在Napa外面大火 但是有很多很多赤霞猪还挂在葡萄藤上还不能收成 所以它们现在就在受着烟雾的侵袭 只是很容易受到烟雾污染 那有人肯定会说 那我把葡萄洗一洗不就好了吗 首先如果你在藤上面去冲刷那些葡萄 是很容易会长黴菌的 第二 烟雾污染它是其实直接侵入葡萄皮里面 跟葡萄里面的糖分子结合在一起 所以不是用洗就能解决的问题 烟雾污染有时候就像鬼魂一样 一开始淋酿酒你不觉得有任何的味道 结果把它装瓶之后过了一两年 它就又回来了 那你说以后烟熏味会不会成了加州葡萄酒的特色 就像那个泥梅味威士忌一样 那大家会问会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烟雾污染 第一呢叫做一拍两散 其实就是不摘任何葡萄 不酿任何方指了 投入了很多的资金人力物力之后 发现酒受到了烟雾污染在倒掉 那是非常浪费时间跟浪费金钱 这也是我跟很多酿酒师在聊的 今年2020年的葡萄应该怎么办 很多人其实就是想直接放弃就不酿了 那第二个办法呢其实就是过滤法 那现在其实有很多非常先进的机器 可以去过滤葡萄酒里面的杂质跟一些意味 但是在过滤的同时也会过滤掉葡萄酒很多风味 而且像我刚刚说过的烟雾污染它就像鬼魂一样 它就时不时就回来了 你把它过滤了它还是回来了 那么我再来讲一讲为什么加州最近山火频发 所以我住在加州这么一些年 我觉得每年两三个山火都算是少的 可是今年真的非常的多 那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加州政府他们过度保护森林 和没有做有计划的燃烧 那久而久之呢地下就会积了很多可燃物 这样就一点点的小火整个地就像一个炸药桶 的一下就烧起来了 而且几乎是没有办法控制 因为可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 那第二个原因也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 也是老生常谈就是全球变暖 最近夏天的温度真的是越来越高 把握很多记录 那也导致了地底下非常的干燥 冬天呢雨又少 所以风一刮有点小火苗就直接烧起来了 那我们现在人口越来越多造成很多化石燃料的使用 排放了大量的温室器 各种不合理的土地利用 以及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都会造成全球变暖的问题 那这个也是我今天这期节目最想说的 就是我们可以为全球变暖做一些什么呢 那第一就是减少用塑料 No 买一个这样好看的水壶 每天自己带水 这样呢就会减少很多塑料的使用 第二个呢就是减少飞行出行 少搭飞机而且少开车 如果可以的话 多用一下地铁啊或者公共交通设施 甚至呢你可以骑自行车 又可以减肥 又可以帮助环境 棒 第三呢就是节约能源 可以不开灯就不开灯 不使用的电器就不要把它放在那里 直接把它关掉 第四就是少买衣服 我知道对于爱美的酒鬼们来说非常的难 其实制衣行业的污染在几大行业里面 算非常严重的 虽然这个话题比较沉重 也不是那么的娱乐性 我觉得不会有很多人把它看完 但是我很感激看到这里的 谢谢 我做这期视频的原因就是 希望我给大家传递一些正能量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从自己做起 去教你身边的人 去教你的小孩子保护环境 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出一份力的话 我觉得事情一定一定会有所改观的 这火都烧得我有一点点抑郁了我觉得 如果你是住在加州的酒鬼的话 我希望有能力的话 可以为一线的交房人员出一份力 现在外面40度的天气 他们要顶着高温去救火 那种炎热甚至他们会付出生命 我会在这个视频下方付一个捐赠的链接 大家有能力的话去献上自己的一份 阿姨在这里谢谢你们 我已经献上我自己一份力了 你们呢 那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 关注 选择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嗯 烟熏味 棒 美酒既是艺术也是生活 关注ivy的微醺酒馆带你品味乐趣人生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